我们经常会说猫狗是冤家 其实也不尽然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两位 猫咪坐在狗的脖子上 狗也心甘情愿当起这个猫咪的座驾 嘿 哥们儿 走 出去溜弯了 别急 太阳那么辣 我得把墨镜戴上 否则看不见路 摔了大小姐 可就摊上大事了 好了 好了 那你也得快点 知道 知道 我们也要让门口那些猫啊狗啊好好看看 猫狗不一定是冤家 这只戴着墨镜酷酷的昆明犬 名叫旺财 这只高高在上的猫咪叫咪咪 这二位的和谐组合成了一道难得的机关 每次出门都会引来众人围观 您别瞧旺财虽然个头大样子酷 他可是粗中有戏 对咪咪的照顾体贴入微 据他们的主人徐军介绍 在家里吃饭 旺财总是让咪咪先吃 咪咪吃完了 旺财就吃咪咪剩下的 咪咪看似身材娇小 但他还会时不时的欺负一下旺财 但每次旺财都是默默忍受 让着咪咪 这种情况真是让人忍俊不惊 主人是用了什么样的办法把旺财寻得如此乖巧呢 搞这种东西我就还是 基本上我们也给他卡住 像一个窝窝一样的那种 那就是在小时候 还是下达了淘气 咱们毕竟七岁八了 下到这种搞我的这个年龄 推的嘛 也是不如中年 大概四十多岁左右了 所以下达懂事 我出来留稿 我从来我也不要拿钱赢算 小时候 小时候用过 大到大的 世界里寻查的了嘛 就不要了 我下午早日去 我这婆婆 我婆婆推的嘛 他还是就会靠过来 这个猫猫狗狗的还是比较可爱 但是这个猫狗呢 毕竟也还是动物 我们还是要看管好啊